通了告诉我 你每次接多久接你的指甲一次 一个月两个月 最好是在两个星期 修一次比较好 因为它指甲伸得太长 它会有时候会有点脏东西 在它底下那边 这里也是有一些东西 等一下我们要弄掉它 先修一下这里的 痛吗 疼吗 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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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次你指甲这边会痛的吗 不大会 因为这里有很多 就这些屎皮留在里面 有时候这种问题 他告诉我们说 你指甲一点伸到太接近肉里面 ok吗 没拉萨哈 只要痛就跟我讲哈 几多指甲藏在这个肉缝里面 这边也是有一些 可以看到很多指甲都藏在这个缝里面 你看到吗 你看到 几多 很深 这个 旁边这边 嗯 这是脚指甲也要注意 因为这脚底下 他也是唯一一个有这个 叫老茧的这个东西 屎皮啦 其他的脚指都还ok 这里也是有一些 来我们先做这个大指 这是以前你动过手术的对不对 很久了 很久了 嗯 那手是因为什么才去动手术 五沟黑黑的 旁边是五沟 可是他会痛 嗯 穿鞋的时候会痛 嗯 是五沟 然后 他做了之后就不会痛了 现在的还会痛吗 其实现在啊 指甲这个断肉不会痛 嗯 蛮多的 指甲伸在肉里面 你说我去扒指甲有时候解到很痛 会吗 会 这个旁边这个 嗯 嗯 不要紧 等一下我们跟你修一下 因为我们不鼓励你去扒 为什么呢 等下细菌感染 嗯 因为有时候你们自己扒 会流血什么 对啊 有流血 有流血啊 对 要注意一些啦 因为啊 等下我们 我们 流血了 我们又没有好好的 照顾那个伤口 嗯 嗯 好 好 啊 跟你去去掉这里的一些死皮 哦 不然有时候啊 因为他指甲哦 伸到肉里面去哦 这些死皮又顶住他 对 对 那你有一只去勾他勾他 他其实这个就很难好 嗯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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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哎 就慢慢去除掉这里的一些死皮 这个过程是不会痛的 有什么感觉 感觉舒服 舒服 不会痛了 痛就告诉我 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就告诉我 OK吗 OK吗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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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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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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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脚底这些部分 这是一些黴菌的感染 要查药 等一下给药就OK了 就回家读查